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二日与泰国总理潘拉玉进行会台 双方签说的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 让日本得以出口防卫装备到泰国 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和泰国将在国防、经济、防疫 北韩、缅甸、南海等问题上密切合作 同时高度赞赏泰国在俄乌局势中 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 以及对乌克兰和周边国家的原道援助 在泰国之前 岸田文雄还分别访问了印尼和越南 除了讨论经济合作与俄乌局势之外 岸田也与两国领袖 谈到了中共在南海扩张的议题 表示反对借有武力来片面改变南海的现状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在脸书上分析 岸田最近频频出访的目的可能有三个 第一是增加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第二是挖俄罗斯的墙角 透过经济合作 减少某些国家对俄国的支持 第三则是俄乌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布局 准备好围堵中共 在结束泰国的形成后 岸田文雄接下来预计前往欧洲访问意大利与英国 讨论双边关系和俄乌局势等议题 透过此次出访 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合作 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新唐亚太电视李毅宏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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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